慧慶祝回歸25周年 刊民署推出一系列的活动 多项康乐设施7月1日免费开放 顾面入场费包括公众泳池 身内和身外康乐设施等等 下个月开始 蓝芝各、天相围公园等会举办欢乐公园 次有贪物游戏和工作坊 沙田和九龙公园等等 就会有慶祝回歸主题的花场、花海和花圃 九个康民处场地 也会有慶祝回归的旗盘地画 市民参与指定慶祝活动 习题印章可以换领同款的康乐企合 机场第三跑道今年内启用 有立法会议员关注 何时停收机场建设费 2016年开始收取了 打算会收多久呢 收到何时呢 或者在重新吸引游客来的时候 政府早前都公布了 经港之道大桥六路离 机场的离境税是会豁变的 这也是一个好的措施 是吸引多些人用香港这个机场去世界各地 机场建设费那方面 局方或者机管局方面有什么计划 收取方面有什么未来调整 过去那两年的疫情就令到我们在机场建设费那方面的收入 是有一个很严重的打击的 所以我们就相对那个机场建设费就相对要往后延 所以我们按照现在的情况估计 我们需要可能是要收到2033、34年左右 就是我们是估计那一年 我们可以还清所有三跑有关的债务的时候 我们到时就有这个基准估计可以去停收这个机场建设费 机场第三跑到今年内启用 预计整个系统在2024年落成 有立法会议员关注 什么时候停收机场建设费 或者建设之后 如何融入大湾区发展 机场第三跑到3月底开始是非 去到上个月顺利完成 机管局向全球航空业界发出通告 说香港国际机场第三跑到准备启用 在立法会经济事务委员会上 机管局说三跑的跑到 滑行道系统已经完成 预计整个三跑系统两年之后会落成 当三跑启用之后 中跑道将会关闭两年作为改建 并且以临时双跑道运作 有议员关注系统转换时的安全 过往的经验 在运作上通常最容易出错的 就是系统和操作上的转变 尤其涉及到在正常运作转临时 迟些又由临时转回正常的转变的话 我想请问当局有什么特别的措施 去确保运作上安全可靠 我们已经是作出一系列的演练 和和所有持份者 有一个很多方面的工作方 去沟通 去亦都去评估 亦都建立了很多我们应急应变的机制 希望我们都大家放心 我们都可以确保 这个临时的一个运作的情况 是可以完全保障到安全的 机管局自2016年开始 向过境和转机的旅客征收机场建设费 以微捕三跑项目的兴建费用 有议员担心继续征收 或者会削弱机场竞争力 政府早前都公布了 就是经港之道大桥 六路离 那个机场的离境税是会缺便的 这是一个好的措施 是吸引多些人用香港这个机场去世界各地 那机场建设费那方面 局方或者机管局方面有什么计划 收取方面有什么未来会有什么调整 过去那两年疫情就令到我们在机场建设费 那方面的收入是有一个很严重的打击 所以可能是要收到203334年左右 就是我们估计那一年 我们可以还清所有三跑有关的债务的时候 然后我们到时就有这个基准 估计可以去停收这个机场建设费 当局相信三跑落成 可以巩固国际航空枢楼地位 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保持电视机就在《流传》内部报道 一个学生早上乘巴士的时候 怀疑被在椅上一支针吉箱 怀疑被针吉箱屯部的8岁学生 协助警方调查之后 由家长陪同上救护车 送去玛丽医院检查 现场是南区田湾街公共运输交汇处 早上8点 有巴士司机报案 说他驾驶的43号M乘巴 下层有学生被坐位上的针吉箱 警方到场调查 在车上发现一支长5厘米的针 列作普通袭击及刑事委坏案跟进 王竹坑的港大同学会书院 上星期的5日内 有三个同班学生确诊 由于再无新的个案 学校如常想面授课 大加强防疫措施 港大同学会书院的学生 早上如常回校 交快速检测阴性结果 上星期三名中一同班学生确诊 政府要求涉事班别的学生 周末每日做快速检测 暂时没有人结果呈阳升 学校决定继续面授课堂 都担心始终那些病律都会变形 因为我之前中过 所以其实我是有豁免 我不用做 但是因为最近有人在同级中了 所以爹妈妈都叫我中 所以今早就做了一次 校方说全校已经彻底消毒 小卖部暂停至少一个星期 在校内饭堂进食 每台由四个人改为两个人 中间设格板 学生戴口罩可以继续上体育和音乐堂 如果不幸真的再有新的个案 其实我们真的会考虑 整个中一级就会转为网货 因为我们都担心中一始终 他们那个比较小 至于如果有其他级都有个案 我们会不会连其他级都会停 那都真的要视乎到时 是不是真的有新的个案 还有哪个年级 还有那个数字 我们才会再在考虑 但是我们不会 它只是根据卫生服务中心的平托力 才会转为网货 学校又说 全校学生两针接种率近九成 原本有望在下个月 全校恢复全日面售课堂 但是经历今次事件之后 会重新考虑全日服务安排 强调学生安全才是最重要 无线电视机制 张明恩报道 18至59岁未曾染疫的人 可以接种第四针新冠疫苗 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 刘雨龙强调 只是有高暴露风险 和知觉有需要的人才需要打 第四针属于疫苗通行症的要求 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雨龙重申 并非人人都要打 但是他说长者有需要尽快打齐四针 才会避免重演第五波疫情 仍有大量长者入院和死亡的情况 不少人担心第六波疫情即将出现 刘雨龙说目前仍处于第五波 第六波可能年底才会出现 他说新一波会再有多少宗个案不是重点 反而要着眼于重症和死亡终数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今年是香港特区成立25周年 康民署推出一系列兴回归活动 有多项康乐设施7月1日免费对外开放 7日回归纪念日那天 大部分的室外和室外的康乐设施 公众游泳池和水上活动中心等等 都不需要给租用或者入场费 鼓励市民养成良好运动的责乱 市民下个月25日可以透过康体通预定场地 或者去到场地的柜台排队等 先到先得 额换即止 去伸展筋骨也可以去上花 康民署会在全港48个主要地点和公园 例如沙田和九龙公园等等 布置庆祝回归主题的花墙 花海和花圃 给市民打卡 上花的同时也有得玩 康民署在九角核下的场地 设置庆祝回归的棋盘地画 加上大型的饰仔和棋 市民可以在延长捉回一场巨型的康乐棋 市民参与指定庆祝活动 集齐印章可以换领同款的康乐棋一盒 还未够后的话 下个月在荔枝角和天水围等公园 康民署会举办欢乐公园 自治摊位游戏和工作坊等等 各间博物馆也会举办不同的主题展览 例如是花博馆会展示珍贵的恐龙标本等等 康民署助长刘明光就预计 活动要花近3亿 部分会由慈善基金去分担 无声电视机就是中策器报道 平等机会委员会代表一个 确诊之后被解雇的人士 在区域法院向前雇主提出诉讼 平机会说 新属人袁获聘为项目经理 上班几日之后确诊需要留院治疗 期间收到雇主的短讯的通讯软件信息 说他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被解雇 平机会说 根据残疾歧视条例 雇主若果基于雇员残疾 而将其解雇迹疏违法 而今次个案内 雇员残疾是指感染新冠病毒 今次是平机会第二次 将新冠病毒有关的残疾歧视个案 带到法庭 重新即使新冠病毒 令公共卫生形势不断变化 反歧视的基本原则不会改变